第三鲜 第三鲜 第三鲜这道菜 其实在古代民间流传 叫做立下长三鲜 而我们所熟知的第三鲜 指的是新鲜石书 后来到了东北 第三鲜变成了土豆茄子和辣椒 对 就特别好吃 不行啊 这套题必须得对 听见没 行 那我这套题不使坏了 用四字成语来形容一下宝哥 宝哥开始 黑不溜青 英镜潇洒 高大帅气 美丽大方 帅 帅 帅不是 四字成语 聪明绝顶 短小精彩 9 8 7 短小精彩 不对 不是 4 3 短小精彩 你来一 一只耳终于浮出水面了 我刚才看你这胡子就不 你对得起你贴神 一只猫里贴着胡子 对得起这身衣服吗 等一下 他说的 短小精号 我说短小精盖 有问题吗 你现抄更过分 哈哈哈 再给我这机会 来 那这个春秋少年恭喜你们吃 杨阳哈杨阳有点问题 我怎么失一失二了 我就是真的没打上来解 而且 黑猫警长脸都很大 只有一只耳脸才这么小 一只猫贴个老鼠的胡子 有问题 刚才想的那个是帅气凛然说成的算 我的妈呀 后面三个字突然忘干净了 我万万没想到 杨阳长得一脸正气 你也是个叛徒 我们再给杨阳一次机会吧 肯定是 肯定是龙哥 龙哥这三个 你怎么老刺甩过那咬 被甩过那咬 因为我确实干啥 总像有点嫌疑 来 下一道菜 哇 酸菜炖粉条来了 各位朋友们 这道菜是酸菜炖排骨 酸菜是东北经典的家常菜 东北吧 入冬之前咱都会保存酸菜 腌酸菜 就放在家地窖啊 对对对对 这也特别好吃 我不知道一阵到底怎么想 这道菜我势在必得 是酸菜诱人还是排骨 酸菜 你嘴里都酸酸味的出来 好吧 我觉得这道菜不必赘述 直接来吧 来吧 请说出东北的影视剧作品 影视作品 对 影视作品 这啥呀 影视作品在干嘛 东北一家人 答对 闯关东 那不写着 哇 直接打就打 一只耳 我这不知道 闯关东 太难了 要不换道题吧 这样 这道题我们承认错了 你说 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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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香港的 一带中 一带中 因为说来 给我整十个人 我打一打 我要挑战十个 你吵啥 吵你打 是吗 叶问 哈哈哈 我倒值得我倒值得好多 英堂呢 我拍了好几个呢 悬崖之事啊 还有呢 夜幕下的哈尔滨 来恭喜春秋少年来吃的 春秋少年那都放不下了 干谁吃你丑杀 哈哈哈哈 这样好不好 让那个春秋少年玩游戏 我们捡漏 哈哈哈哈 来请上菜 哎呀 这个活包肉 这应该说是相传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活包肉三百多年 有有有 女士菜 正经门的一位师傅 把这道菜传到今天 酸甜四口 这个外焦里干香 它采用的原理食材是采用 猪的后丘的一道底板用 就那块肉 就那块肉 把它切成桃叶片挂上去挂浆 看在盘子里边有一点汁 这叫雨过天晴枕 雨过天晴枕 下过雨以后 倒上汪一点水那个感觉 所以这道菜你吃起来百事不厌 是我们东北的一道 家喻富享有名菜 来吧 师傅 我们争夺吧 最后一题如果赢了 那么恭喜大家又能吃到菜 又可以拿到卧底的线索 如果输了就拿不到卧底的线索 且吃不到菜 来吧 最后一题 王总龙 你手机呢 我自己记个20秒的时 不要太近了 可以 来 从谁开始 不是 还是从宝哥好不好 说出民乐乐器的名字 二胡 锁那 琵琶 鼓掌 开始 二胡 三弦 锁那 琵琶 小提琴 笛子 小提琴不是 鼓掌 琵琶 琵琶说过了 鼓掌 笛子 九 八 七 六 销说过了 短销 短销 东班了 东班了 大鼠呢 已经时间到了 宝哥 宁姐咋样 你的计时 哈哈 谁的手机 谁手机放我这儿了 我们现在是16秒啊 刚才有点问题呢 哈哈 那恭喜春后少年吃这个锅包肉啊 虽然 他们可以吃 但是我其实心里很难受 哎呀 怎么了 因为小提琴 这个答案太惊讶了 哎呀 没想到你主持帽 浓眉大眼的 竟然也出卖组织 小提琴 羊羊 太过分了 主要是我还跟羊羊哥说完了 我说 鼓掌鼓掌鼓掌 然后羊羊哥 小提琴 羊羊一个学舞蹈的 对对对对 我今天就觉得你这胡子 真是有点问题 故意贴得像耗子 说 说 说啥 跟你交代的什么任务 没有没有我真是没听清 那个传统那两个字 我就说我只听见了乐器 然后他拿着一个那个图 录节目为什么不认真听 主要是羊羊哥眼睛真的好无辜 我真的能相信 对的 真的姐 真的姐 我也是相信她了 你真相信她 不要被她的这个技毛 醒醒 你看看她后面那绿色的 哎 你 醒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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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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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我不吃这一套 看着我的眼睛 相信我 你眼睛在这儿 我也有点 你的眼睛在这儿 看着我的眼睛 哈哈哈哈哈哈 高不高兴 好吧那就一字成功了是吧 一字成功了啊 一字太厉害了 恭喜呀杨阳 他真厉害呀 恭喜呀 哎宝哥 你真厉害我就怀疑自己 宝哥你相信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怀疑我 宝哥 宝哥咱要这么说 一帽取人的话 你俩都有嫌疑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大家就拿不到线索了啊 而且刚才一只耳完成 他的隐藏任务也成功了 蓝幕组已经知道了你是一只耳的一个证据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告你第一个隐藏任务啊 待会儿大家会在群里面聊天 你只要发言十句以上 且每一句必须是疑问句 如果你去失败 我们就会给他一个你的线索 正在吃东西啊 正在吃 问了也没理我自己在那自说自话羊羊 搓走我说我们去搓娘 嘿嘿嘿嘿嘿 蓝羊太想搓娘了 说话说话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卧底的地方 给你庆祝一下吧 哎不是 哈哈哈哈 你二胡三你那是 哈哈 想有非常多的免费的公园 共市民游览修气和锻炼身体啊 所以为沈阳的市民的高幸福指数保家护航 今天我们就一起体验一下 沈阳市民们寒冬都焦不灭的热闹生活 走